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跌太多 跌太多这样的利多 他胜过一切的利多 就像一个股票 他涨得太多了 就像你那个万亥 起到三百岁 长龙扬兵 涨到两百多块 从二三十块开始飙的 飙了十倍有余了 涨了那么多 那就是最大的利空 没有什么比这里还要大的利空 所以当然我们股票市场里面有时候常会跟大家谈一些基本面 竞数面 总体经济 个体经济 但是这一些因素 这一些一头拉股的因素 我是三十年的经验 在股票市场里面 他敌不过一个因素 就是你今天你可以再去分析 这个利息 通膨 总体经济 个体经济 都可以分析 或者是你可以去分析一些 政府要有什么政策 要有什么什么什么净空令 有的没有乱七八糟的 都可以分析 但是我 陈老师 我这三十年来的经验 我说短线 我是说短线 短线 短线 你懂不懂 短线 跌太多 就是最大的利多 这个 跌了太多 就是最大的利多 知道我讲的意思吗 就它这样的利多 它这样的利多 拉近一点 它这样的利多 这个跌太多 这样的一个利多 就是说你去讲了再多再多的一些基本面 技术面 其实事实上都没有这个利多来的利多 就一样的意思 有股票一样的 它涨太多了 涨到了人神共分的 涨太多啊 你所有的利空啊 当然那时候看不到利空 你所有的利空 讲的一头拉股的利空 都没有那个涨太多的利空来的最大的利空 所以说你在每一个不一样的时间点上面 它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股票的一个 一个重点 我刚开始要跌不跌的 你可以去分析很多 总体经济 个体经济 乱七八糟的 什么公司的业绩 什么乱七八糟 但是 当它跌了已经很多的时候 当它已经跌了很多的时候 跌了很多啊 它就是最大最大的利多 最大最大的利多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怎么样 第一个 套牢的人 已经套了很久的人 他也不想再看盘 那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 刚套的人 他可能也卖掉了 还有一种是满手现金的人 还有一种是满手现金的人 他已经怎么样 有点想要蠢蠢欲动 这三股力量加上去 即使有放空的人 他也想要回补 有赚的人 所以跌太多 跌了太多了 有时候就是最大的利多了 那你要每个时间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在十月份应该是不错 我认为十月 光辉十月 不错 那现在刚刚好下个下 下星期 我认为可能礼拜四礼拜五大概就 最多礼拜四礼拜五 从下星期开始就是十月 我认为应该是很有机会 因为你在你在这个位置上来说的话 这样的今天的拉回 昨天还不太够了 你昨天你说这个有点 我是觉得昨天有点还是不太够了 所以今天这样子再拉回 我觉得能量 我们讲最近之前台东有地震 能量释放 能量再一次释放 所以说能量释放完了 我认为就OK了 所以我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 其实今天在跟大家谈太多 我觉得没有意义 因为今天在跟大家谈一些总体经济 谈一些我这已经跟你提到过了 对不对 很多很多因素 那我个人认为现在目前来讲 最大最大的利多 就是跌太多 所以短时间他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反弹 至少我认为至少会先怎么样 两到三成 十月份 跌了够多了 那姑且不论他长线 我认为至少怎么样 两到三成 先到这边 我认为啦 会先上来 因为你在这个位置来说的话 就是他的股价 很多股票的股价 就让人家很心动 你知道 因为很多人现在手上是现金也很多 我给你说一个问题 台湾人最不欠的就是钱 Cash 台湾人最不欠的就是Cash 你懂意思吗 台湾人很会赚钱 所以你放心好了 我给你讲那个中国大陆会跌 美国可能会跌 台湾人不会跌 台湾人你只要够深了 台湾人跌的够深了 自然而然台湾人 台湾人就有钱 那些台湾人就有钱 所以你要知道这些 短时间当然拉回来说 国安基金啊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 说那些没有用啦 因为说真的啦 现在要靠政府很难的 大家也看不看政府啊 我们要自立自强 所以阿兆部长也讲的 也是很真的话啦 对 不要说什么东西都靠政府 有时候自己要怎么样 自己要想办法 对不对 自己要努力好不好 所以我认为怎么样 也不是说一致的 希望和政府怎么做 我觉得希望政府怎么做 我说句实在话 有时候还不如 对不对 大家一起 那我认为现在这个位置上 很多人会觉得说 陈老师啊 你看现在目前来讲这个点 我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当然这个行情长线来看 长时间来看 他是还是有压力的 因为怎么因为跌那么多了 但是短时间这个地方怎么样 他一定会出现所谓的报复性的反弹 那基本上报复性的反弹 这种反弹 他是不太 他也是不理智的哦 很多都乱涨 很多会乱涨 你这种 所以报复性的反弹 就变成说 你到时候 你到这边能 这个做空的人 他会回补 再加上大家也是 也不知道怎么买 因为这种自然的现象嘛 因为很多股票 大家都已经杀到怎么样 最后筹码都杀出来的 对不对 那去接的人 基本上来说的话 那个一定是特定的人 那个谁会 大家在那边乱杀 谁会去 现在还在买的 对 所以他上来的话 一定是怎么样 这种就是属于什么样 跌太多了 跌太多就是最大最大的利多 所以我认为十月是不错的 那我认为你说十月不错的话 一定会有人先布局啊 陈老师十月不错 我十月以后再来买 哎 你傻蛋 你那整到十月以后 你来得及吗 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子 卖也是有的人说 哎呦什么时候开始跌 我那时候再来卖 你怎么不早卖 涨也是一样啊 陈老师你觉得说十月会不错 那我等到十月 我等到下礼拜再来买 你等到下礼拜再来买 你买得到吗 所以我今天的测标上面 我就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 手上有钱的人 对 之前你也是还是很多人 都没有买 这一波说真的也没进场 因为说大家看也行情不好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怎么样 手上就痒了 我现在手上 对不对 有的 刚卖房子 有的刚卖车子 有的刚卖什么 手上刚好有一笔现金 对不对 要买什么 要买什么 台积电 可以啦你可以买台积电 但是我不建议 我是不太建议 那第一个你要想要重点 这一波你看 他拉回来有些股票 却还是逆势的 非常重要 我就早就跟你讲了 拉回来一些股票 还能逆势 我早就跟你讲 这股票没有 讲了很久见机 为什么这一波拉回来 他还能够逆势 还能串新高 第一个来大家看一下 3.4亿的股本 你看看我7月1号的时候 7月1号的时候 每一量每一价 一天成交量300张 我今天不是要让大家看创新高 我是要让大家看7月1号 你看这边成交量327张 我来跟你讲 一天300张成交量 以后呢 7月1号 我就跟你讲 陈建宏之宝 基石之王 跟陈建宏基础建设 没了要买啊 7月1号没量啊 谁要买 这边哪要买 你看后来我讲了 你看先涨一波再涨一波 这问题是 这边都没有量啊 你有没有看到 那最重要是怎么样 他的股本很小 他股本很小 才3.41而已 重点在这里 业业绩又好 而且他业绩又好 而且他业绩又好 最重要是怎么样 便宜啊 你看 今天已经多少 50块了 那这边多少钱 这边才20块 这20块啊 这边已经50元 所以你看他一倍啊 为什么一倍 有几个条件嘛 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当时没量 所以我就跟你讲 你买股票 你就不要买那个 量很大 我已经跟你讲过 不要买那个量很大的 你一定要注意一个 另外一个怎么样 为什么 没有量啊 7月1号没有量 另外一个你要注意到 什么股本 股本一定要小 你不要买 人家都买3.4亿的股本 你很奇怪 你喜欢买那三十几亿 三百多亿 三千亿的股本 你自己买的公司 你把那股本拿出来看就好了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买 什么航空股啊 你看他航空也好 航运也好 你看看一些传产股 台积联电也好 你看他股本多大 那为什么他能涨 第一个嘛 你要先找这个嘛 三千四亿的股本 第二个怎么样 价钱低 第三个没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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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号三百 这一天三百张 没有人要啊 我说这是下一支的剑打 上次跟你讲嘛 跟陈建宏达成目标 我说建宏之宝 基石之王 没有人要买 跟陈建宏基础建设 7月1号没有量 真的没有量 今天当然有量 今天总会没有量 问题是这边怎么不买 你看后来我讲了以后真的上来了 第二天还没涨 第三天还没涨 第四天也不涨 还给我卖 还给我偷偷卖 我讲完了以后 还给我偷偷卖 你看也没量啊 没人要啊 你看后来 涨成这样 你看 你没有看到 这就是没有量的股票 你看像这个也是巨红啊 我跟你讲 你看他今天为什么人在上面 乔三 为什么 所以你今天你在看股票 跟我在看股票是差在哪里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嘛 你现在要找什么 这一波未来再上来 你一定要去找什么 找像这种东西啊 那你现在回来 你又开始买那个量很大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爱买那种量很大 量很大 他不是说不好啊 对不对 你在这一波里面 你看看今天就算是 跌升了反弹了 或者是跌升了 有人再进去 不管国安基金他做到进场也好 不管谁做到进场也好 八道行库 你看量还是一样两千亿 可见他未来还是涨小支的 我认为还是小支的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的量 就只能够适应这种股本小的 所以你在这种地方 你一定要去寻找这种东西 第一个条件一定要低价 第二个条件要股本小 第三个要业绩好 然后现在怎么样 现在量又少 那他才有机会啊 对不对 那你现在你进去买 说句实在话 你又买大支的 但是你现在问题是 你现在进去买那种大支的 法人也多 投信也多的 大支的 那问题他未来 他可能他谈个两支又下来了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要去找这种东西 最重点在这里嘛 重点在7月1号 他这个地方没有量嘛 那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 他的股本要小啊 他今天他这支股票不要说3.4亿 他就他如果三十几亿 他能这样子吗 就因为他3.4亿的股本啊 那第一个他因为他额几块啊 他今天为什么他可以到50 所以我上次就跟你讲这支箭达第二嘛 都有个箭嘛 今天陈老师送给大家一支股票 这一波上来反弹10月份 得正天下 记住了这支股票 得正天下 上天有好生之德 把他记住了 会不会有大订单 会不会有大订单 大成长大业绩 未来会不会比建基更好 记住这个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陈老师常跟你讲 有些东西你看不到 你有一天你就看得到了 我讲真话 我讲的股票 有一天你就看得到了 我讲没求人能不买啊 有一天你就看得到了 陈老师你就介绍那没有量的 没关系啊 有一天你看得到的 有一天你看得到啊 有一天你就看得到有量了 你现在没有量不买 你现在低价二十几块不买 你现在股本小不买 有一天你就看得到了 好不好 今天陈老师给大家这支股票 希望大家 十月之最会不会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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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订单 大成长 未来会不会比建基更好 会不会比建基更好 注意就好了 上天有好生之德 得正天下 十月会不会得正天下 好好的大V 好好的大V 好好的大涨 好不好 今天陈老师把这份资料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 都能够得正天下 我陈老师再讲一遍 你今天你买股票你要有什么概念 我已经讲了很久了 要有什么概念 什么概念 我这样讲那边点懂 你当然现在你会追啊 我现在讲那边点懂 第一个在这里 第一个先看这里 我跟你讲很重要的 因为你可以把那个模式找出来的 第一个一定是先看这边嘛 第二个看哪里 这边哪有人要 第三个看哪里 第三个来拉近你 第三个看哪里 他不是200块 他是22块好不好 那股本你看看 3.4亿 那你先跟我讲说 他业绩怎样怎样 那问题是不是重点嘛 那些都不是重点啊 那些哪是重点 重点是他为什么会吸引人 为什么他会造成他这一波的上来 因为在这个地方法人都没有啊 300张怎么可能投信会买 300张的时候怎么可能法人会有 300张的时候怎么会有 那第二个条件是怎么样 他当时他20几块 那第三个条件是怎样 他的股本很小 所以他今天他才会有这样子 他今天他才能够这样子 今天这份就要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10月份都能够好好赚钱 得正天下 我再讲一遍 你在选股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去了解到 美美咳咳咳 你就很容易赚得到钱 但是你老是去买那种 报纸上写得很好的 报纸上写得很好的就很难 好不好 今天这份字要送给大家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面对通膨的巨浪 你该怎么办 创造更多的财富 才能在这巨浪中平安度过 战胜股市鼎叶来帮你 甜甜价让你轻松富轻松赚 抗通膨专线02-8511-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从112年1月1日起 满18岁就是成年人了 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 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 租房子到银行开户 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 各位投资朋友 其实这一波的下跌啊 很多人可能看不清楚 那我陈老师我在之前节目里面我一直跟你讲 其实你先不要去把基本面撇一边 然后把总体经济撇一边 你听我懂我讲 第一个先去注意到这波下跌 它的量的变化 你先把我的话放在心里面 你看看最近为什么都是一些 杀一些之前量比较大的 甚至一些大家比较爱买的 不管是元宇宙 不管是气概股都是很强的 还有航空股这一些的 那基本上来说的话 就你在你在看这一波的过程当中 你会去发觉到就是说 它最主要的原因是 它量就没有了 这是它最致命的 所以当它量没有的时候 你又去买那个当天 都是大家最热门的 这就犯了大忌了 意思也就是说 我现在我去 在一个潜水里面 我一直要去抓那个龙 你在潜水 你在现在这个水那么浅 你还要去抓一条龙 抓一个大金鱼 抓一个大象 我这样讲你懂吗 那大部分的投信外资 现在怎么样 就是这样子嘛 龙困浅滩嘛 所以你一直去买投信外资买的 一直去买国安基金买的 你就犯了大忌了 因为它现在的水就只有这样子 它的水 因为它水都回到妈妈的怀抱了嘛 所以就算它这个地方它跌多 它会反弹 它一定也会集中在什么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 你要找是找什么 你一定要去找这种东西啦 我已经讲过N次了 第一个怎么样 第一个怎么样 你一定要看到这个东西 第一个它怎么样 没量没价嘛 你看7月1号 另外一个怎么样 股本要小嘛 所以你看这个 就是像一条蛇一样 所以现在这个浅的摊里面 就有这个蛇 它才能游嘛 那你要去抓龙 你要去抓大鲸鱼 你每天你就一直注意那个台积电连电 一直去注意那个航运三雄 一直去注意那些大只的 它现在还没办法游啊 所以就算它这波反弹上来 也会谈什么 谈那个蛇啊 你没办法游要去抓 那第一个它股本嘛 那股本在这里嘛 所以你看它的股本 你有没有看到3.4亿 3.4亿的股本而已 那在这个位置 你看7月1号跟你讲的时候 7月要跟你讲327张 一天才300张的成交量 那以后呢 以后就这样子 以后就这样子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去注意到这种东西 因为它 现在说这个 既然只有这个蛇啊 它才有办法在现在这个悠游自由啊 你现在你一直去抓那个 那种大家很热很热很热的 那你未来谁来帮你抬轿 大家想要下轿都来不及了 谁愿意帮你抬轿呢 所以这也是 你现在把它很多 经济面什么都撇开来 它现在就无量嘛 你看它今天怎么样 还是只有这样子嘛 所以你要找什么 这种谷本小的嘛 什么叫谷本小 什么叫谷本小 不到十亿谷本 各位今天这份就要送给大家 好好把握 下一波的主流会是谁 好好把握 谢谢 这是风险